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同时 如果居尔博士要穿过一个有人居住的地区或任何可能发生危险的环境 比如核能发电厂或是化学精炼厂 医疗队必须在附近待命 描述 所有搭乘上任何由居尔博士所亲自控制的车辆或任何形式的运速载职员都一定会死 测试显示 任何从他所驾驶的车上逃开的人也注定死亡 他们通常会在数分钟内被另一样运行的车辆撞死 奇怪的是 居尔博士本人总是在事件中幸存 问他开着车通过了怎样的危险境地 除此之外 当居尔博士开车接近时 任何潜在的危险品都会变得更加危险 刀子能达到他们本来的风力程度所不符的水准 普通的无害油罐车变成了一触即爆的移动炸弹 建筑物完全失去原来的硬度 而行人则失去所有自制力 纷纷冲到居尔博士的行进路径之上 疑似普通的脚踏车旅行 将引起T3级龙卷风等级的巨大破坏 附路666-1 别要让居尔博士接近SCP-462的25公尺范围之内 附路666-2 制造一辆合适的载具 以便能把SCP-682弄上这辆载具 并让它在里面待足够时间 以使居尔博士可以驾驶这辆载具的计划正在进行中 以上就是SCP-666-J 简单地说 SCP-666-J就是 居尔博士可怕的驾驶技术 所有居尔博士开车经过的地方 都会造成巨大的破坏 而且车上的乘客必死无疑 连从车上逃走都无法幸免 我觉得这个SCP最有趣的是 它的图片和各种数捷 还有最后想把SCP-682弄到车上的尝试 这支影片就到这边 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 记得帮我个喜欢 不喜欢的话就按不喜欢吧 希望我做什么SCP-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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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可以留言告诉我 就这样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